这是我新家 花东新村村民郭世宏 很满意新家 因为对比八年前 他的家长这样 那我的房子都是 拼拼凑凑的 同一块地 像拼图一样的房子 还有46户 全部打掉重建 不只花东新村 同样来自东海岸足整 还有49户 住在太平自强新村 同样也原地重建 我们逐步之路地打造 要做很多的公共设施 它要有很多的设计 上人在想的是 怎么样为他们打造一个 他们未来除了安居之外 最重要的文化的传承 逐步打造的永久屋 真实出立在眼前 让经历921以后 没有家到处漂泊的 这群都市原住民 终于落地生根 23年 等了23年的家 终于可以开启那个门 进到房子里面去 我们有一个村都是原住民 我最感恩的就是这个 这个家结构稳健 四面采光通风好 友善设施应有尽有 也是孩子的快乐天堂 慈继之工也在捐赠 落成典礼这一天 每户拜访 送上物资 接受爱的关怀 一起守护这个 从无到有的 原住民新社区 大家新闻来吧 台中报道